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 基于我们的交通民生等问题 邀请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吕美玲 主持人好 两位议员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美玲姐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吕美玲 第二位是我们新医区市议员韩世玉 主持人好 两位议员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市议员很好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郑凯玲 主持人好 两位议员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凯玲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交通问题是我们一直很关心的 如何友善打造我们基隆的城市 交通的软易挺设施一定要看好 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安乐区的 热利二阶拓宽 是否着手计划 在我们郑凯玲一座的争取下 一块看看 壮观里六千户对外交通 唯一合法的道路 热利二阶六十二项 地方上反映道路狭窄 希望能够透宽 提升进出车辆的安全 另外也希望妥善规划 行人行走空间 在我们热利二阶六十二项这个出入口 也就是壮观里唯一我们合法的一条道路 因为出入的时候因为非常的狭小 所以两部车要汇车的时候都非常的不便 都要减速慢行 希望说在旁边的这个人行步道 因为铁栏杆的这个步道 已经长年失修 没有人为养 我希望说市府能够规划 把这个铁栏杆的这个人行步道能够拆除 拆除以后 让我们这个马路的路幅能够变大 两辆车来汇车的时候 就会比较的安全又方便 因为现在壮观里 目前都是小型的巴士公车在行驶 而且像506的公车 虽然是大公车 但是都是往后山的迈进路三项的方向来行驶 没有从这条路来经过 如果这条路来拓宽的话 我也期许说506的公车 大公车也可以从这条路来出入 我们壮观里的需求是希望能把道路 这个拥挤的部分可以拓宽 那并帮我们增加一个行人通行的道路 让我们行人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顺畅 这条人行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常常会有那个土石流 从那个山壁下来 所以要常常清理 所以那条路现在是目前几乎很难用 行人目前其实都是走我们里面这一条比较多 我们的我们居民这条 我们的社区的道路 针对民众所反映的问题 市长谢果良也在公务处长的陪同下 到现场亲自会刊了解 公务处也说明整体的道路拓宽改善计划 本来的车道是5.6米宽 会变成7.1米宽 拜托宽了之后 就变成两个车道各3.5米 勉强符合直线车道的宽度 我们今天很谢谢包括郑凯林议员 吴华嘉议员跟洪生永议员 今天都来我们乐立二阶62项来会刊 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国门 那刚刚公务处已经有一个说明了 我们也感谢郑凯林议员在内 把自己的这个配合款 就是大家来协助来共同办理 那也谢谢两位议员今天也共同来勘察 那我们就是要把车道做调整 然后把人行道很清楚的改造出来 然后让行人有一个比较安全 舒适的地方来行走 真的就是要舒适安全 因为我们光是撞管理里面 就超过了5000户 哇每天上下班进出的真的不少 还包括有人是用走路走下来要坐车的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凯林一座 争取这一条真的很久了 是的 因为我们唯一的合法对外的连外道路 就是这一个出入口 这一条道路 62项口的这一条道路 所以真的说实在的麦金路三项 也就是我们后面那一条道路 很破烂不堪的道路 在我选举之前终于把它做好了 整坪跟地主帮我们协助处理好了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变成是我们唯一的这一条出入道路 我们因为太小了 出入口太小了 然后两辆车在会车的时候 其实大家真的都减速慢行慢慢通过 或者会先让对方先通行自己再上来 所以这个部分既然说有这么多将近6000户的人口数 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把这条路拓宽吗 因为旁边的铁栏杆的人行步道 说实在的已经非常少人在走 上次下雨天有人走还甚至在那边摔跤 既然没人为养的话 在这边凯玲也就建议说 是不是把那个铁栏杆把它废除掉 把这个我们整个道路就拓宽了 就是说变成本来是5.6米的道路 改成变成扩宽以后变成7.1的道路 所以在这边感谢我们市府公务处也非常努力的 在规划执行当中 现在规划的费用凯玲也有一起来配合 来建议来处理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规划出来的 将近要300万的一个工程费用 公务处现在也在着手 在跟我们营建署或者其他单位在争取 看看能不能在年底或者是明年的时候 将这条道路真正的来拓宽来使用 哇那这样真的是壮观黎明的福气了 而且可以解决那边交通上下班庸塞的问题 对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硬体设备之外 我们的软体也就是我们的一些交通规则法规要守 那但是要怎么样守会更好的 我们来看看吕美玲 吕一座她在市议会上持续的建议 我记得期刊上面有提到台湾的人行道是一个所谓的人间地狱 对行人来讲是非常不友善 因此我们也做了相对应的措施跟政策 我们让我们的警察同仁在人行步道上面 尤其是市中心或者在学校比较重要的节点上 我们站在那里 我们来规券我们的车辆 我们希望它能够让行人优先通行 借用强力取缔不理让行人 议员李美玲肯定是否推动有碍城市 但也替基层远景勤务繁重教区 希望警察局能够在执行一段期间之后要进行调整 这个必须要从教育开始 也就是当然有一些的驾驶他会抱怨 我们即使让在这边有些行人 他拿着电话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但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到这个驾驶 他们会觉得你应该也相对尊重我们开车的人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从教育来着手 为了让警力有效的使用 我们这个东西可以尽量不要太多 我们可能在一个上下课的时间 或上下班或者是人多的时间 我们一次或者是不定期的 而不是每次在那边 很多人都知道反正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我可以讲 什么时候没有了我就不要了 当然我们科技执法已经开始了 那就更不需要了 如果有科技执法的路口 我是希望根本就不要 我们就撤出了 让我们的警力回归到治安方面多一点 当然交通的话就最主要就是一些交流道 一些主要的交通路口 是就是让我们的警力回归到他们原本的岗位上 那当然从教育着手这件事也非常重要 我们请教我们的美玲一座 是那因为经过这一次的质询以后呢 那就是在这一方面 不管是市政府也好 或者是警察局也好 已经改善了很多的 在这个人行道排班 在人行道上面取缔的已经大幅的减少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更好的现象是 不管是汽机车也好 大家已经有所谓的 里浪行人的这个习惯 那行人在这一方面呢 也慢慢慢慢有这样的习惯 我是觉得 这个呢是透过市政府 他当初先从这个取缔开始 那到后来大家怕取缔 可是呢现在是大家已经习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管是行人也好 或者驾驶也好 大家这个习惯要保持下去 甚至呢我们看到过去 这个在一两个月前的乱象 是有很多的行人就在人行道上来回的走 反正他就是不走确定的 然后让很多的汽机车就在那边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 但是呢这种现象毕竟在基隆是没有看过的 我们在一些城市有看到过 但是呢我是觉得从 还是要从小学的教育或甚至幼稚园 那很多人会拿日本的教育 就是说小朋友他拿着一个棋子 然后呢走过去快步的走过去 走过人行道以后 甚至这个孩子呢 他不仅把棋子插下去 他还举个工 那不仅是小孩子 其实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那我看到了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人 也跟着做这样的行为 甚至当他要快速在没有红绿灯号制的 这个行人道上斑马线的时候 他走过的时候 他要走的时候他会先举手起来 然后告诉远方的汽机车 我要准备要通过了 然后通过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也很友善的 打个招呼或者举个工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 所以在这边我也要提醒 我们的教育处 是不是从幼稚园小学开始 让孩子从自身本身做起以外呢 也回去告诉他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大家一起来 不是汽车的问题 不是机车的问题 是大家一起都对交通安全都有责任 所以还是要从教育着手 是真的从教育着手是最有效的 因为孩子就是我们最可以琢磨的时机 那当然我们在看到我们的交通问题部分 还有就是我们要疏通 疏通的时候我们的上班族真的很多 尤其在新医区的时候 我们的韩世玉韩义座 就成功争取到2088B线 即将开通对不对 我们要请教世玉 现在的话目前的话就是要感谢我们 也是睽違了八年 那八年之久 那也感谢我们谢国良 谢市长的努力 那以及呢就是我们交通处大家同仁的努力 那还有呢就是感谢我们2088 也就是我们首都客运我们这个李总经理 那他也愿意呢把这条线路的来去做一个承担 那现在目前的话呢 他是等于说向公路总局这边来做申请 那我们是希望说呢可以进行做一个事半 那经过呢是于上次的议会的这个总咨询 那针对于说这个2088B线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很多民众大家呢反映说都搭不到车的情况 那也感谢呢我们市政府这边呢有积极的在介入 然后也有在帮忙这个业者呢希望呢让我们更多的民众 大家可以搭得到车 那当然呢这个状况的话也是在于说缺工缺人 现在的目前的这个一个情形 那所以呢现在目前的话市政府有在努力这一块 那我们是希望说呢未来的话就是2088B线 那现在目前是有一个站就是从这个我们中正区 大概是优活台北这个地方 然后呢然后走呢我们调和街 那经过我们转运站 然后呢再到我们深澳坑路 然后呢后续的话呢是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东光路 然后接我们法院 那这个部分呢感谢我们市政府 那也感谢了我们首都客运公司 那愿意呢赶快的来去进行 那也希望呢未来呢能够促成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让呢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个2088 搭乘的一个权益 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的话呢 能够在车班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使用 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民众现在都有反应到 那就是说呢大家呢有搭不到车的情形 那所以呢这方面呢市医院呢也是呼吁 那希望说呢市政府那以及呢我们各个公司的业者 那希望呢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努力 那尤其呢像我们深奥坑的话 就是788然后还有我们203 那现在呢经过今天有这个会刊 那就是针对于说我们这个203跟788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呢是有敬意的在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788就基隆客运的路线 然后希望呢他们两个班次的话可以稍微的错开 那让呢深奥坑的这个民众的话呢 大家在搭车上面的话 不至于说每次这个到点的时候都是两班车一起来 那尤其呢像我们这个深奥坑203的这个路线的公车呢 那今天呢也有讲到说即将呢我们203公车会这个进行优化 也感谢呢我们基隆市公车处 以及我们谢国良市府团队 那大家呢一同努力 那希望呢未来呢可以呢让我们深奥坑的民众 还有我们更多新医区的居民 大家呢达成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是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抵达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那当然交通安全就很重要了 那很多民众都会骑摩托车上路嘛 但是在骑摩托车之前一定要考到驾照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市域还有我们的美玲姐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长期以来都在争取我们的机车练习场 在那个过去啊我们一直觉得说 基隆市政府所划设的机车练习场真的很少 那可能是没有空间 那刚好我们找到了斯巴罗汉洞 这个大型汽车停车的对面 刚好有一个块空地 那过去在很早之前大概是 一二十年前呢有人在那边画 画那个机车的练习场 那很多人其实包括我家里的人 大家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练习完 然后呢去考上驾照的 到后来就是这个机车练习场 他后来修订了以后呢 他的那个练习场的线啊 就是他考照的线呢 开始不一样了 所以呢我个人那个时候就曾经出资过 因为他们然后经过这个维管单位的同意 就是出资过 然后就在那边重新画一个 但是呢后来经过了几年也不行啊 因为那个线路就不好了嘛 那个线就等于说模糊了 那因此呢就是透过这个郭美秀议员 还有那个王显芝议员 还有我们的世玉 还有我本人 还有我们林沛祥 对对还有林沛祥议员 我们就筹了一笔钱呢 再重新再画 而且用更好的材质 来画那个机车练习场 然后让很多的 尤其是年轻人 都可以在那边去 这个考在考驾照之前去做练习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 真的是一大早就开始有人在那边练习 一直到傍晚 甚至有的时候是比较晚的时候 还是有人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 那也希望说很多区块 很多的区也可以类似这样啊 然后呢一起来哦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可以有更多的考照的练习 机车考照的练习场可以使用 是真的耶 十八罗汉洞 所以就是我们很多基隆市民 年轻时候都会去那边练习的地方 那安乐区有没有 我们要请教我的凯玲一座 是在这边我也会建议 我们市府在规划这一方面的时候 能够我们把我们安乐区 我们消防局对面这一块平坦的 他们平常我们消防队员 在练习那个的时候的一个场地 平常没有在运用练习的时候 可以提供出来 然后来规划成我们这个摩托车的停车的练习场 让我们安乐区有需要的需求的这个礼民 也可以在这边使用 而且上面再上去一点 还有一个现在即将完成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 一片空地 原住民会馆的一片空地 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地方到时候市府都能够来 努力来规划看看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规划成 没有在使用期间可以做这一个机车的练习场 那这样听起来安乐区也即将要有了 那新一区呢 我们的话也知道说就是基隆其实有蛮多国有地跟市有地的 那当然未来的话希望呢可以跟就是本党我们现在的这个立委参选人 那希望未来可以当这个立委 林沛祥先生 那合作的话就是盘点我们基隆各区 就有关于说国有地啊 室友地啊 那来开放说做这个机车练习场 那其实呢也可以复合式来使用 比如说有些地方真的是不好停车或机车的 所以呢也希望说未来是不是可以往这个复合式来使用 那大家呢可以学习机车去考照 以外的话也可以提供给居民们大家有一个停车的空间 是同时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我真的是很不错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我们地方议题了 我们郑凯玲正义座就建议住宅社区要广设停车空间 主打幸福就是回家有停车位 市议员郑凯玲在市长市政总职询时提出解决安乐区停车位不足的办法 那社区税务局大楼前面市府所有的459坪的停车场用地 以及壮观里壮观里现在市府及国有的650坪的机关用地 这三个公有土地都能做停车场或者是规划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多功能使用空间的这样的状况的话 不仅可以改善我们当地住户的停车问题 也可以增加一笔市库的一个收入 市长指出会来规划讨论 我会请我们的秘书长来规划 民间的资源的导入 那的确目前看到的这几块地其实都也蛮珍贵 这个部分是不是容许我们好好规划一下 然后提出一些方案 再来跟议员这边来讨论 另外针对安乐区国宅一起度更问题 郑凯玲希望能加速进行 县市长一再提到都市更新及围绕的问题 那本席认为安乐社区国宅一起的都更是最重要的一个地点 尤其是现在总共八个基地 现在的六号基地在过去五年 辅导团队跟我们李明的一个协力之下 已经进入了同意启动临选建商调查作业中 希望市府将六号基地导入类工办都更的模式 提供六号基地行政资源及便利 将六号基地划定为都更工化地区 都更工化地区 降低这个都更的障碍提升更好的奖励 让六号基地都更一案有推进 有更高的一个达成率 市长指出会亲自前往了解 安乐医期希望有个时间 可以跟议员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因为这个都更案感觉也已经是进行的非常久了 那这个我跟这个都更的科长 前一阵子也有针对这个案子也有讨论过 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现场能够看一看 然后针对这个部分来了解一下目前的现况 跟如何加强这个部分的效率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非常乐意能够做的一件事 是不是请我们独发处的谢处长 叫做针对安乐医期的部分跟议员在 希望能够在会期后好不好 约一个时间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然后也跟大家座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够有效解决 希望再继续来推进 真的就是关注在地的议题 从停车位不足到我们的国宅都跟这一件事情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凯琳益作 目前情况怎么样 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市府团队 非常的努力在做这个住宅社区广设停车空间的 这个问题 在我们市府团队非常的努力在盘点 我们所有的公有土地来让我们市民朋友 能够来方便停车 就像我们之前这四年一直在喊的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回家找得到停车位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所以在这边凯琳也在我们安乐区 有三片非常大的一个土地 来给市府团队做一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在四围里 四围里进四围里的右手边 这个现在现有的平面停车场用地 所以我在这边凯琳是建议说能够把它 批建成一个多功能的立体停车场或多功能会管 当然市府团队现在可能也有其他的规划在进行当中 但是这一块地是因为我们上面四围里真的是 人口数非常的密集 所以我也建议说旁边还有一个四围公园 所以尤其到了假日的时候 人口来游玩的又非常的多 停车位是非常的不足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市府团队能够多多的再思考一下 以及我们税务大楼前面 这个也是现在的平面收费停车场 如果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盖成立体的停车塔 那市府跟新二路的停车场一样了 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停车空间 以及我们壮观里市府及国有的650坪机关用地 已经要把地都买下来了 现在准备就是要是不是盖多功能会馆 里民活动中心等等都还在规划当中 但是在规划之前还没有开始实行之前 现在已经着手在进行 要先来使用平面停车场 所以我们现在公务处跟交通处 还有我们区公所 现在已经着手在进行规划了 如果规划完成的时候 把它整个全部都产平以后 就可以来做我们的平面的一个停车场用地 先来使用 像我们新二路停车场 才512个位置的停车场 一年就在有1500万的全力金来收入 所以在这边凯林建佑这三片三个土地 如果真的都拿来做停车场使用的话 而且是盖立体停车场来使用的话 对我们基隆的收入也是非常的可观 所以在这边也请我们市府团队能够多加利用这个方向 以及在我们停车完了以后真的是 大家也知道安乐社区一起国宅 是非常的玉柱式的一个国宅 70年的时候盖的 所以现在已经真的漏水的非常的严重 而且都斑驳了 其实有很多人已经都没有住在里面了 所以在这边总共是分8个区块的基地 所以现在6号基地是非常的努力 及所有的住户都非常的团结 已经非常的在运作了 而且非常有可能做我们社区的典范 所以在这边我是建议我们市府 要更新单位范围的地级要一个整理 在我们6月6号的时候市府都发地震处已经开始启动了地级整理的作业 非常的迅速 而且非常的配合 我们跟我们的住户都非常的有默契 以及优先划定都市更新的地区 以及我们市府公有土地更新后用途的确认 以利我们日后的招商 然后也希望说更新会招商的时候市府能够来协助 都跟都省还有监管审查等等 日后希望我们市府提供必要的行政助协助 在这边市府的善意的回应 在我们市长那天来我们会看以后 共同来会看以后 市府的回应马上就到了 我们先来看看那一天的会餐 好不好 一块来看看我们安乐国宅6号基地 都跟即将抵达门槛 非常谢谢我们市府一上任 然后我们侠外爸爸很支持我们 然后呢帮我们就马上这个 工化的那个都跟地级这样子 那这样子其实就会让我们的 下一步要重溢的压力其实就会降低 那本来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要八成才过 那现在就是下降变七成我就可以过 我现在是七成了 所以呢再插六张 应该就再插六张 所以我们会努力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 其实我们是三年前成立的 那我们整个过程就是 包括我们的那个议员 都一直很支持我们 你有需要还没签的 一半个说明会我可以过来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本来就预计就 现场就签 对对对我们今天本来就预计 现场签还送金美小礼 好 没问题没问题 现场的民意代表也都希望安乐一起 六号基地的更新脚步能再快一点 成为都更的标杆典范 现在六号基地已经成为 安乐社区一起的标杆 今天如果六号基地他把它完成的话 其他的几个基地才会有那个动力 所以才要拜托市长 再找一个时间来给我们所有安乐社区 除了加给我们六起的这些我们委员 能够一个鼓励以外 也给其他的基地的一些人员 能够有一个动力 你真的即将要突破 我们要请教凯琳一作多年的努力 终于要有成功 真的像刚才所说的 我们希望说市府团队能够协助的一个部分 马上市长会看以后 然后我们的都发出就有来给我们一个 这个作业的一个回复了 所以市府未来都更政策的方向是 都更辅导团他会持续的持续的来推动进行 然后市府也会成立府籍都更专案的办公室 以及整合优化建管都社都更审议的机制 所以在这边我希望说 以我们安乐社区六号基地为主轴 为第一个发起基隆市在地的 所有的礼民自动自发的一个都更仪完成的话 一定会让我们基隆市其他的一个 有对都更有兴趣的我们的这些礼民 能够更有信心 我希望说我们这个六起是一个标杆 我们安乐社区八个单位 都能够一起来同步来进行的话 我们整片会更加美好 也期望我们基隆市其他的都更 能够做得更好 的确就是要把我们的老旧建物 直接在加固化或者是在整个整形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区域都有这样的老旧公寓的部分 我们要请教我的美玲一座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在这边的话 我想刚才凯玲议员有提到 有关于市府将成立都更的专案办公室 来协助我们都更的进行 实际上从中央他也有鼓励地方成立所谓都更中心 来成立都更中心来协助加速城市的都更的进行 包括公办的都更以及私办的都更 那因为经由这样子的话 所以美玲在上一个会期就有提出 就是有关于基隆市都更中心的自治条例 成立的自治条例 那我希望基隆市政府敞开心胸 把它做大一点 因为他认为说先成立一个办公室 但是如果你只是成立一个专案办公室的话 你没有办法纳入更多的民间的资源进来 因为他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安乐六期 这个六号来做 可是你如果六号做的话 我们都发处的人员还是不够 因为他的能力还是有限 但是如果你把它加大扩大 变成一个基隆市的都更中心 你引进来的不仅是民间的力量 甚至你让想不管是要公办也好 私办的都更的计划 他有政府来做一个中间人 建商跟市民朋友们 想要都更的市民朋友们 他们有一个三足鼎立的立场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建商花言巧语的话 但是我的市政府的公权力会介入 因为他会有所谓不动产的估价师 还有相关的专业人士来告诉你 什么样的是合理的 市民朋友也会比较相信 有公权力介入的所谓都更中心 更何况中央对于都更中心的经费也有补助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是建议 如果我们真的要加速整个基隆市 都更的进行 不管是公办的都更也好 私办的都更也好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马上成立都更中心 那当然他要有一个自治条例 如果在下一个会期能够送上来 让我们省的话 那当然就更好了 当我们成立以后呢 可能市政府会怕能力资源不够 因为都发出本身就能力非常的紧缩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你会引进 不管是不动产的估价师工会也好 或者是建筑师工会 或者甚至是土木济师工会 甚至非常多的法律的也是也要进来 包括地震室工会或者是律师工会 这些相关跟这个都市计划 这个更新有关新的相关行业 你都可以把它引进来 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团队 这个团队不仅是市政府可以用 甚至民间他们在怕说自己的权益受损的时候 他也可以来咨询 然后呢建筑业者也就是说这个业者 他也觉得说我会不会吃亏 那没关系因为我有一个第三方在这边 让你们两个人都来咨询 甚至我是公正的第三方 那这个人力呢 其实民间可以支援 那钱从哪里来 实际上社会住宅的租金本身 就是在寄住都更中心 而且中央也可以 甚至呢都更中心 它本身就会有裁员 也就是当你在办一个都更的时候 这个案子它本身就会有一部分的钱 是交给都更中心的 所以呢那他交了这一笔经费的话 也就是他来做公道主 所以我想基隆市政府有心来做都更 他也有心来协助市民朋友 但是他可能怕力不从心 所以我的建议是尽数成立基隆市的都更中心 能够发挥他最大的效益 而且不要怕做就对了 是真的就是赶快去执行做就对了 期待这个都更中心成立 可以加回我们所有基隆市需要的民众 那带大家来看 就是其实基隆很多余嘛 但是我们的屋顶防漏 限高只有1.5米 我们的异座们都很都非常的不喜欢这个 哈比人条款 所以他非常的努力争取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市域异座 因为这个也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的事情 那因为基隆多余气候 那其实呢本身的话 我们在这个防漏屋顶的部分的话 限高1.5米 的确是真的变成我们刚刚讲的哈比人条款 那所以呢希望呢我们把它改为2.1米 那其实当时候的话 新闻也有报 就是那个时候在议会的时候 那前市长就是那个林优昌市长就讲说 那个不可以啊法规有限制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党团很多议员都会讲 不是哦这个其实各县市的话都有在规定 也有2.1米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往这个 比较便利于民众的部分来去做一个更正 那尤其呢还有就是有关于说这个楼层这个高度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有蛮多的社区啊 或者是公寓大厦 那它本身的话可能会限于楼层的高度的部分 所以只能做防水 那却呢没有办法做这个所谓的遮雨棚的部分 那所以呢未来的话呢也要感谢呢 我们的这个谢国王团队 我们谢校官处长 那愿意呢比照这个新北市的屋顶防漏制制条例 然后呢来去针对呢我们基隆市的屋顶防漏制制条例 做一个更正 包含说呢不限楼高 然后还有呢就是1.5米 然后增加到2.1米 还有呢就是这个不列入这个使用面积 那还有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窗台啊 都会增加那个所谓的遮雨棚嘛 遮雨空间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希望说 未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不列入这个所谓的使用面积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话其实有很多的 而案件的话是针对于遮雨棚的拆除的部分 但实际上面它只是作为一个遮雨空间的使用 其实并不影响就是所谓的整体的容积率的这个改变 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就不列入这个容积率里面 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呢 大家因为多雨气候的关系 大家呢最起码可以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好住处 是真的就是要倾听地方的民众声音 因为这的这所有提出来的需求都是民众想要的 所以不管是遮雨棚或者是限高的部分 都希望师傅可以赶快把它整个调整 立民来生活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是我们的用水问题 台北壮观社区的加压站起用了很多地方的高地供水不足 所以民众社区住在里面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夏天或是缺水期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用水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凯玲一座 是的 是的 在我们高地供水里面又一个安乐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壮观里 壮观里这个高地供水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早期的工业 因为当初建商在盖房子的时候 并没有将这些自来水管及加压站来移交给自来水公司 以至于都是我们自行在处理的 所以在这边这一次自来水公司花了非常多的 预注了非常多的经费要在我们基隆市来改太旧换新的同时 中央因为高地供水的一个专案问题 中央跟地方补助80% 我们地方我们市民朋友自己支付20%的这个方案 让我们壮观里的一个居民也享受到这一个福利 虽然我们自己有负担20% 但是这是值得的 因为在我这三年来一直努力不懈的一个一个管委会 这样子沟通协调处理完善以后 现在我们加压站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而且已经要即将移交给我们自来水公司 以后只要有什么状况的话 这些水管跟加压站都是由水公司来处理来负责的 甚至就算我们漏水第一名的这个地方 以后就算有漏水也都是水公司再来负责的 所以在这边凯琳也呼吁一些高地供水 一些住宅区在比较高地的地方 你如果要申请高地供水的话 赶快跟自来水公司来研商看看 看看他是不是明年度还有经费来补助 像我们安乐区台北大镇 他上个月上个月才跟水公司签约的 而且已经把20%的费用全部都已经工程款都给水公司了 所以我期待我们在明年后年的时间点 能够看到我们台北大镇 这个高地供水的案例也能够完成 期许后续还有其他的农底中国 或者其他的社区有需要的话 凯琳会全力来相助 哇有成功安宜之后 接下来的社区要来争取就比较罗友了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市域 信义区也很多对不对 有是的 像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民生世界 就是民生社区 那因为民生社区的话 其实漏水的话 它也是很久的一段时间了 那现况的话 其实每个月它大概漏水的话大概是有大概一两千块 所以蛮吓人的 那迄今的话其实据市域来了解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要感谢我们的水公司已经完成了这个细部规划 有关于图说的相关的一个设计 那尤其呢今天的审查会 也就是水公司的审查会已经开完了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就会开始进行这个发包 以及公开招标的作业 那希望能够尽数这个进行就是我们这个 泰幻这个水管的这个工程 未来期许可以跟我们安乐区一样 然后让大家呢 由水公司这边来去做一个承接 这样的话呢大家的负担也就不会那么的重 这个呢就是市域一直所希望的 那当然呢如果说呢漏水非常的严重 那又可能会造成这个掏空啊现象 如果说有恶化的话呢 市域也是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比赛所谓的幸福华城的模式 那找这个土木技师或者是结构技师 来去做一个监测 那呢先行请这个市府来垫付款 然后来进行态换 那当然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如果呢以这个水公司的进度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模式的话也就不用用到了 那当然呢希望说未来的话可以 加速进行这个水管态换的作业 那当然有关于说我们这个深澳坑地区嘛 大家也知道说去年这个停水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呢在除了这个民生社区以外的地方的话 我们呢有这个调和街加压站 那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深澳坑也就是深溪路加压站的部分的话 需要来去做一个这个扩建的部分 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今天扩建的话 相对的话我们水的压力的话才能够从 我们双溪这边打上来 打上来我们这个深澳坑地区 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说 市域的话也有在争取就是所谓的利盈江山 三千六百吨的配水池 那还有呢东风街的两千吨的配水池 那以及呢就是我们深溪路加压站 未来如果说它扩建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那边也要做一个消防配水池 可以临时的供应呢 这一些社区或者是这些住宅的临时用水 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去年的现象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未来有这样的情况再发生 是去年就是我们的中正区新一区 停水八月份就四千户没有办法用 刚刚听到市域说它很用心 就是看一下我们的深澳坑地区就这样 哪里需要哪里需要就来争取来建设 中正区是不是也很多 对中正区其实如果你深澳坑加压站扩建的话 实际上也会解决新峰街 还有河丰街这一方面 那跳河街呢其实它的加压站 也必须要有几个点 必须要增设这个加压站 因为呢还是它有几个社区还是不足的 除了这个以外刚刚讲到配水池 实际上在镇隆街 它已经增设了加压站 但是呢它的水量还是不够的 因为它有一个三军种医院的 基隆分院在那边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那边 它本身就有一个配水池了 过去有用过 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没有了 那曾经我有在那边会刊 然后也带了自来水公司 他们也在考虑 所以在这边今天要特别特别的呼吁 我们在这个镇隆街的配水池 能够赶快尽速的完成使用 那这样子的话未来 不管是要停水的话 至少让三军种医院 基隆分院 它的缺水的现象能够降低 甚至不会因为临时的这个停水 然后不够水用 因为这个对病患 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医院的使用水的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那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说 那个就是包括在过 包括就是在这个山海关的附近 它这个加压站通常 因为它不是在里面 所以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机械坏掉 损坏的事情 我们希望说自来水公司 或许可以让里办公室来协助 或者找他们的员工 三不五时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 因为符球坏掉 我怎么样产生了这么多 因为那边是好几千户的人口 然后没有办法使用水 这个是真的很烦恼 还要检查设备 除了要来新建加个压设备之外 还要来检查原有的设备 那凯琳一泽 好 在这边我也要帮忙宣导 宣导一下一个状况 像乐立三街 我们有一阵子 过年那一就是元旦那时间 常常在因为压力不足的状况下 而缺水停水的状况 在这边凯琳也要在这边 宣导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 只要你是一楼的住户 或者是你们整栋楼下 有没有加压马达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因为水公司它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水已经送到你家门口了 我有水 我的压力也够到你家门口了 但是你自己必须要有加压马达 打到你的顶楼的水塔 所以在这边 我们几位议员在那边也都呼吁各位 你先检查一下 家中一楼照理说 你当初你在盖自动房子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这一个加压马达的 到底为什么会不见 或者是怎样不可考的原因之下 也希望说各位赶快去加装加压马达 因为自来水公司一直在强调 我水有送到你家门口 那是表外 表内的部分就拜托你要自行负责了 我们住户必须要自行负责了 所以在这边也宣导一下 看来民众有很多这种缺水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环境 来看看四阶问题 我们的市役役座 就是期盼我们的市长能够秉持信念 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这个有关于说我们协和电厂 四阶的问题 今天下午两点的话会在环保署举行 协和发电厂跟建改建工程 那含第四天然气这个天海照度工程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的确我们现在目前的话要闯关 但是呢我们航港界跟户海团体 大家都非常的担忧 那本期的话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市政府 那有关于说 对于这一块的看法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呢 环保署举办第四天然气接收战 环境影响评估会议 市议员韩世玉在总咨询时 询问市政府态度 希望市长谢国良表明立场 对于四阶如果兴建的时候 对于基隆港的一些相关的影响 对港务的作业 对基隆港的一个周边的生态 还有尤其对一个基隆市未来 这个港务的发展 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航港界也非常的担心 那本府必须要表达出他们的心声 第二点就是也担心未来 万一发生意外或是军事冲突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关系 也相当的紧张 一不小心这个所谓的天然气的储存槽 万一发生了意外而发生爆炸 由于它就在基隆港跟基隆市的市中心 一公里内的一个距离 所以事情如果发生了 我想可以说是会一发不可收拾 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安全的伤亡 所以我想基于这两点 我们仍然是对目前的四阶方案 是持着非常保留的态度 韩世玉强调希望市长谢国良 能够秉持当年反对 谢美码头的初心 一起保护金融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 他们开发单位的话 也没有替代的方案 那既然说没有替代的方案的话 那怎么会接下来 你二阶的评估的报告书 东夷所谓的3.0这一方面 都不可能会有任何的讨论的空间 那既然没有任何讨论空间 而且也不在我们的所谓的基地范畴内 那说真的我们这边的话 市政府立场一定要坚定的来去做一个拒绝 如同我们市长当年 那当年的部分的话是家父 那当然当年家父跟我们市长 一起反对所谓的这个县美码头的这个部分 那市场的立场呢 依旧还是依然坚定 以前呢是爸爸 现在呢换儿子 那市域呢也如同跟市长一样 并肩作战 一起反对我们市街天然气这种无理 而且呢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个要求 而且还没有经过我们市民大家的同意 他就来去做一个进行 所以呢本期是希望说市政府坚定立场 我们呢其实呢是非常的希望说能够坚定我们的立场 那尤其呢市街的话 那现在目前第一个它会影响整个的环境 这个我相信基隆市的市民大家都看在眼里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关于说呢 它也会影响我们整个航道的通行 尤其呢我们航港业有非常多的老板 包括说我们这个之前我们曹先生 也就是曹老板 他也有特别的有发文出来 那尤其呢防波堤的部分会影响到 整个我们港区的安宁 那所谓的安宁的话并不是所谓的静态 而是动态的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波浪呢 会因为防波堤的减少 而造成呢整个我们的船体会更加的摇晃 那尤其呢东北季风来的话 那反而呢会造成整个船体的损害的率 会大幅的增高 所以呢市域的话是希望说呢 未来呢也可以继续的让我们市长呢 保持我们环保的一个信念 那来反对市街 那前几天呢也有跟我们陈冠宇陈议员 也有在聊到就是市街的这个问题 我们不希望说中央暗渡城仓 还是能够跟地方多多的来沟通 那未来呢能够有沟通的桥梁 大家呢才能够做出对基隆更好的一个决定 让我们基隆人呢 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更好的这个能源以外 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影响到整个环境生态的这个浩劫 是环境过好了之后呢 人也要好好的照顾 现在呢大家都在运动推广运动 要带大家来看看在和平岛公园举办 很有趣哦这个乌兹别克的传统武术 乌兹别克 克拉树最主要是源自于乌兹别克 它已经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 所以今天我们移到这个沙滩 正式比赛的话会有分榻榻米的 再也有分草地的 如果比较有娱乐性质的话 我们会移到沙滩来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 希望一般民众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克拉树 所以我们今天办在这个基隆的沙滩这边 已经从2007年开始慢慢进来台湾 已经推广了差不多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那在18年的时候进亚运项目 所以亚运的话我们有拿两面铜牌 今天能够争取到这个全国总统杯的克拉树竞技赛 在我们基隆市举办 那这个比赛呢氛围非常多像 那同时呢有一个国小组的 所以呢我们就提供了三台的电动机车 儿童电动机车来作为奖励 也就是鼓励我们孩子 从小就来练习这一世界级 最安全的运动竞技 基隆市长谢果良 议长佟织委出席开幕式 鼓励拆赛选手全力以赴 今天很开心受我们美林议员的邀请 来参加这个克拉树锦标赛 我想这个运动也正是被纳入未来的奥运 那我想这是一个强身健体 也是一个很好的竞赛赛事 那我看到这么多小朋友 在这个来这个努力来比赛 我想这是一个像符合政府政策 全民运动 那我们想各项单项我们都非常重视 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各个单项走完 让我们各个推广各个单项的运动 让大家都提倡全民体育 真的好有趣的运动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美林一座 是 这个克拉树不仅是物资别克的传统武术 实际上它也是现在整个中东地区 甚至到亚洲地区 大家都很乐意去推广的一个运动 因为它就是跟楼树 跟楼道是有相似的 但是它为什么叫做 全世界最安全的运动 就是因为它没有楼道的压制动作 或楼树的压制动作 只要你一摔就决定了胜负 然后你就不能在地板上 做任何的压制动作 我们知道楼道或是跆拳道 其实它很多的动作 它很多的受伤都是因为地板的压制动作 所以当它引进的时候 我就很乐意的在基隆也成立了委员会 要非常高兴说 今年能够在基隆和平岛沙滩上面 举办这一场总统杯 总统杯的克拉树的全国性的比赛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愿意来接纳所谓的 世界杯的 因为这一场比赛不仅是它透过网络已经送到了全国总 世界总会去了 不仅是全国都知道 而且透过网络它已经送到了世界克拉树总会去了 所以他们看到在和平岛这一场比赛的话 他们也很感兴趣 而且觉得和平岛的这个场所非常棒 所以我希望说未来我们能够更积极的争取 然后把世界杯也引进到我们台湾 我们基隆 世界杯引进来就带来很多商机 对 我们剩最后两分钟 我们请三位艺座跟大家说说 我们先请凯玲艺座 好 在这边因为我们基隆是最早开发的一个城市 所以希望说在六号基地 安德社区六号基地的能够成功的状态下面 我们基隆市有其他更多的需要 跟都更的一个部地区也都能够都更 期许我们基隆更美更漂亮 谢谢 是要更美 我要请教我们的市域一座 市域的话是希望说 未来的话都更的话 或者是重大建设的话 那可以增加所谓的联政平台的部分 那对于这个防闭心力呢 那希望说未来呢 可以让我们的基隆更好 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可以更相信政府所为 是 我们要请教凯 我们希望能够尽速成立基隆市 都更中心 我们希望四街别来 我们希望基隆会更好 基隆要更好 谢谢三位艺座 分享了民众最在乎的问题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